就是把上個禮拜的這個程式 把它稍微修改一下 那當然有兩個版本 我剛剛講過 第一個版本就是 我後來想一想到底哪一個版本比較簡單 後來想一想 我後來好像是加一個變數好像會比較直覺 為什麼 因為一般人好像還是比較傾向 就是因為我要三次 所以應該是加一個變數 然後每跑一次加1 所以那怎麼做 第一個的話你就在這個C有沒有 這個上方 迴圈上方 或者最上面也可以吧 你就加一個變數 也許那個變數名稱叫C C等於0 有沒有 這個C的變數實際上 這個名稱自己取的 我是把它取 一般會用count count的話就算它的次數 可是有時候你打count太長了 你打個C簡單 OK 所以有時候打變數名稱 就看你自己 OK 那除非說你今天是很多人共同開發有沒有 那你那個名稱 變數名稱就要定義的很清楚 因為你這個程式是要給別人看的 但是如果你這個是自己看的話 那就沒關係 OK 因為這是你自己 不過前提你要自己看要看得懂 不要你自己都看不懂 那沒有人看得懂 OK 所以這個也是一種寫作的一種習慣 所以第一個 我們先增加一個變數 它是0 初始值是0 那什麼時候加1 就是當這個回圈有沒有 結束的時候 所以結束的時候 記得喔 理論上是在這一階的最下面 所以理論上你應該要在這個的有沒有畫回圈的最下面一行 按個TAB 按個TAB的話表示說在這個回圈裡面 OK 你按一下TAB 你不要按兩下 兩下的話就回圈的裡面 OK 不是喔 再按個TAB 這個回圈的最下面一行 加一個什麼 把這個什麼 按個TAB 然後加一個C 等於C加1 那C等於C加1 是說我跑完這個回圈一次了 有沒有 所以會加在這裡的話 等於就是說我讓它 確定說它是加一次 OK 你說老師那我可不可以寫在上面 寫在上面也OK 只是說你寫在上面好像太早了 因為它還沒跑完 它還沒跑完就好像說 到底去餐廳吃東西是要先付錢好 還是吃完再付錢好 OK 好像是吃完東西再付錢比較常見 但是你說有沒有餐廳是先付錢再吃 也有啦 OK有沒有錯也沒錯啦 所以以這裡來看 你寫在上面寫在下面其實都可以 OK為什麼 因為反正都有付錢 只是說以邏輯上來看 你要哪個合理 對不對 應該是我還沒吃嘛 我怎麼知道裡面是不是我要的東西 對不對 如果不是我要的東西 那你我可能要退嗎 所以理論它應該是還沒吃就先不要先付錢 不然會不會有糾紛嗎 OK 這是我的理解啦 OK 但是有的餐廳有的店 你人家規定這樣你就這樣嘛 你不要跟它囉嗦嘛 老闆我還沒吃完你就要給我說錢 你不要來了你滾吧 OK 好啦 只是這裡的話呢 意思就是說我們是跑完 確定了 要再加一 因為是你寫的嘛 所以這規則是你定的啦 OK應該可以懂我一次喔 千萬不要一直猜糾結這個啦 OK 反正寫在哪裡也是對的 記得是要縮牌 好 那再來的話呢 我們要判斷 所以加了一次之後 那因為我有一個邏輯 就是你只能猜三次 所以如果假設加一 表示你猜了一次了 那什麼時候呢 要跟它講不能猜了 就是這個c裡面的值 它大於等於3 其實或者等於3也可以啦 有沒有 它加一次 那它裡面是1嘛 再加第二次 裡面就2 就2次3 3那不行了 所以如果當它等於3的時候 所以底下一個邏輯判斷 如果1負有沒有 那c裡面的值 其實有兩種寫法 大於等於 或者是等於也可以啦 那當然哪一個比較OK 好像等於3好像OK吧 因為3 它不會直接跳4吧 所以其實理論上應該就是 當它等於3的時候有沒有 冒號 這個是一個條件 然後跟它講說 你已經猜3次了 有沒有 所以print一個訊息 跟它講說 你猜3次了 不能再繼續猜了 因為這個要打比較多字 所以我這邊 直接就拿這邊 有沒有 print答錯了 有沒有 所以這個地方 我們就在這邊給它一個訊息 答錯了 OK 然後只能拆3次 有沒有 給它一個訊息 然後答案為 後面直接把它串在 rnd的部分 你就直接把它放到 它的後面 直接跟它講答案就可以 不過你說老師 為什麼你這邊沒有加str轉型 然後跟前面還有講過 如果你是加一個豆點的話 不用轉型 它會當成第二個參數 OK 不用轉 但如果你用加號的話 你一定要轉 為什麼 因為你要串在後面 OK 所以看還是豆點比較簡單 因為豆點的話就不用轉 不然它多達比較多的次 好 最後記得還有一件事 因為已經三次 所以你不能再繼續 因為我們都畫了一帽 所以 它就要被強迫離開的話 那你就再加一個break就好 所以拿這個break 所以它break的話 會有兩個可能 一個是 它拆了三次內 比如說你第一次就拆對了 那一樣還要break 兩次拆對 也break 三次的 那就 也是一樣直接跟它講 所以我們來試一下 執行一下 所以我大概加了幾個東西 第一個是加這個 1 就是初值 2是等加 3是判斷 最後的話就是跟它講答案 然後break掉 OK 然後把它執行一下 所以這邊執行 然後這邊的話 我隨便亂猜 10好了 太高 那還是10 還是太高 還是10 3次對不對 所以1次加1 2次 3次之後的話 那如果這個enter之後 有沒有 它就會跳到這邊 加 本來是2對不對 加1變3 是不是等於3 4嘛 所以它應該會出現這個 並且把答案告訴我 離開 試一下 所以enter 有沒有 它這邊就會出現這個 答錯了 只能拆3次 答案為2 OK 這樣應該沒問題吧 所以以後如果說你要限制 你只能做的固定數量的話 記得就是在這個地方加一個變數 去讓它累加 這個是方法1 OK 一種方法 因為我一直不確定說哪一種你們比較能夠接受 第二種方法 就是直接怎麼樣 不需要加這個 這些都不要 直接改這裡就好 因為你就把話語帽 因為話語帽是無限多次 改成真的只能3次 有沒有 所以你就把 所以方法2的話 好 假設我這個把它 把它註解掉 或者乾淨把它delete掉 OK 這個假設方法2的話 那就是這邊有沒有 把它先加一個 緊字號 然後本來是無限多次 改成 3次 3次還記得吧 改成4圍圈 這邊的話就是4 i in range 有沒有 然後它只能3次的話 那你就1 1.4 這樣就OK了 那1.4的話 它會跑 1 2 3 4不會跑 4是停下來 那這樣不就剛好3次 可是問題來了 如果 你現在用for回圈的話 那最後還是要跟它講答案 所以呢 那我怎麼知道 所以最後一次 那我們可以在這個if 回圈裡面 有沒有 你再增加一個邏輯判斷 比如說我增加在最上面好了 那就把第二個if 改成elf 有沒有 然後這邊的話 你就再加一下敘述 你已經拆3次 你不能再繼續 好了 你們先試試看 把剛剛的那個 畫回圈先做完了 待會我們再來看看 有沒有辦法把它改成畫回圈 不然這樣我怕你們會 一下子吸收太多 來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好